花林市农兵桥前2号的中午发生了一起车祸意外 一辆计程车在行经国胜7街国民路口时 遭到了一辆白色休旅车从车面撞击 导致计程车是当场翻覆90度 撤离在马路上 过程是相当的惊险 还好两名驾驶和乘客都只是受到了轻伤 画面中一辆白色休旅车在2号中午 由北往南行经国胜7街与国民路口时 疑似为离浪不慎撞上一辆计程车 受到撞击后 计程车当场车翻90度横躺在马路上 所幸车上没有乘客 路人见状后也立马协助小黄司机脱困 不一定过了路口了 他来这边吗 不一定过路口了 他这样子帮我走 所以他这样 这车速很坏 我不晓得 不晓得 你看嘛 他撞到我 他还撞到那个速 今天中午在花莲市区 农冰桥跟防汛道路 发生了一起路口交叉状 那双方都没有饮酒 轻微擦伤 送医都没有大碍 那全安医交通事故处理 那呼吁用路人 行经路口的时候 希望能减速慢行 才不会造成车祸 而白色休旅车 撞几万机程车后 还致撞一旁路数 车祸场面相当惊人 许多路过的民众 都停下车来旁观 还好双方的驾驶 与乘客都只有受到轻伤 警方到场后 对两名驾驶进行酒测 酒测值都未离 没有酒驾 造势原因 还在进一步厘清当中 而花莲警分局 也呼吁用路人 平时要小心慢行 并注意周遭耗置 警务超车 酒后驾车 疲劳驾驶或是其他违规的行为 以免危机 自身与他人的用路安全 记者徐立琴 花莲电视报导